穿上AI机械装置 下肢瘫痪患者 不只能站起身 还能活动自如 外形犹如小狗 配有许多镜头的机器人 能够在核电厂进行检测 一击射门 门将飞扑挡下 下一球再挡下 却闹个乌龙球 一个失手把球送进自家球门 动作虽然有点卡 但这些机器足球员 全都是自动AI操控 由国际电信联盟主办的 AI造福人类全球高峰会 5月30到31号 在瑞士日内瓦登场 来自世界各地 汇集医疗 农业 工程等各行各业 数千名与会者齐聚一堂 共同探讨AI发展的希望与担忧 会场也展示许多先进技术 包括AI机器人 脑控工具 神尘是AI软硬体 只是当今数位落差依旧严峻 全球仍有26亿人无法上网 若要让AI得以为人类最佳利益服务 就必须要弥合鸿沟 AI应用百花齐放 如何运用AI来减少 而非增加偏见 错误讯息和安全威胁 也是会场讨论焦点 经期新闻 读人们的高 朱佳林报导 我能在进行 我就要来 想吝点